三个孔之戏 行啊 你们三个小子 不易的是不是 霍雨昊 你先说 周老师 我的精神探测 能够纵观全场 而且我的灵谋 未来必会出现 攻击型魂技 因此控制系 更适合我未来的发展 有点道理 王东 你藏什么藏 给我出来 周老师 您别生气 其实 我的能力走控制系 也没什么不行 我要是能凭借 攻击能力控制全场 那不也是控制了吗 对 说你聪明吧 你又笨得冒鼻涕泡 分班是会把强攻系和控制系分在一起的 你个笨蛋 给我改了 你呢 晓晓 你的武魂是正魂顶 怎么也是控制 可是 我还有个武魂 您进行辅助和控制 双身武魂 第一武魂 三身震魂你了 我的三身震魂顶持变异五魂 可攻击 死不中 别可用于防御 那也跟控制无关 第二回 请奉来一箱 请奉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控制系就控制系 但是我有言在先 新生考核对你们未来的修炼道路至关重要 一旦选错修炼道路 想要矫正就要多花数倍的力气 因此我在这里给你们定下一个目标 达不成目标 就必须一直跟随我修炼 什么目标 新生考核 多怪 周老师 就算是拿到了冠军 我也愿意一直跟随您修炼 傻小子 你不觉得我很严厉吗 他们私下里叫我什么 我都清楚得很 你用不着哄我高兴 不是的 周老师 我真的愿意跟你一直学习下去 跟着您才能学到更多有用的东西 我观察过其他班的学员 他们的提升都没有咱们班的同学大 好了 你们回去休息吧 调整好状态 臭小子 别给我丢脸 是 王冬 我 我能和你聊聊吗 误了 我还要回去准备明天的比赛 晓晓 等考课开始了 我们再见识见识你双生五个更厉害 晓晓好像对你有好感 我们年纪还小 一切应该以学业为重 怎能有别的心思 不如好 你心里真不健康 走吧 明天报名 正式考核 估计后天才开始 今天先吃一顿烤鱼再说 嗯 再说一遍刚才那句 吃一顿烤鱼 再前面那句 正式考核 后天开始 你说得对呀 什么 晓晓 等一下 考核很快就会开始 我们得抓紧所有时间熟悉队友研究战术 走 我们去做一下赛前演练 啊 那烤鱼的事怎么说 演练完 我请你们两个一起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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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非常完美 啊 在同级别秀位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谁有霍鱼号的精神探测帮助 几乎必上了 是啊 有班长的精神探测在 我在战斗中 只需要简单的施展技能就行了 班长 你的技能真的很强大 和你佩佩的感觉棒极了 不能大意 嗯 考核中 比我们级别高的团队也有不少 记住 我们的目标是 冠军 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还有我们好找啊 小师弟 明天就要开始新生考核了 我得到准确消息 上午报名 下午考核就会开始 你要做好准备 费师兄 我们一定会努力通过考核的 嗯 小雨昂 为师爷不能白吃你这么多考核 给你点好东西 嗯 到时候能用得上 谢谢小雅老师 看看小雅老师给我的是什么好东西 看看小雅老师给我的是什么好东西 有我在 哪还用得上你动手 不能大意 我们的目标可是冠军 好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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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怎麼能不能老气 怎么就这么累 不然 我們就要不然 所有金生请注意 所有新生请注意 请立即进入考核区 准备参加新生考核 考核十分钟后开始 考核十分钟后开始 各位学员好 我是你们接下来两天的考核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各位被分配到第三十三局 一共六局 别紧张了 现已全员到齐 考核开始前 我先说明一下规则 本次考核以三人一组 进行小组对战 新生考核不允许使用昏倒器 其余武器不作限制 虽然新生考核要求所有考生全力以赴 但考核过程中 不允许恶意伤害 否则就算击败对手 也会背叛复 甚至面临学院处罚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 好 现在考核正式开始 第一轮第一场 新生一班 霍宇浩 王东 萧萧 新生三班 欧阳俊逸 陈俊风 赵浩晨 上场 走 走 我们上 车 下场 转发 转发 好喝 好喝 快来 我的大鸡腿 食物喜欢食 赵昊晨的魂魂只有一个 但却是百年的 想必增幅效果十分不错 好快 鸡腿的增幅是速度 不过 狄子剑 精神探测共享 原来是这样 对 是一扎刀 胜者 过以后核断 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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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爽啊 跟切瓜砍菜似的就赢了 你够赢了 我可是连魂技都没拉紧就是了 下一场我来主攻怎么样 你说了这么多 还不就是因为你手痒了 行了 下一轮就让你当主攻手 太好了 今天的考鱼管够 你是 我叫马晓桃 我想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是他吗 你可以回避一下吗 你们俩跟我来 你们俩跟我来 马学姐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你们应该认出我了 没错 我就是当初那个从内院跑出来 险些伤害到你们的学院 我也不得已的苦衷 在这里 我先向你们两个道歉了 没事 而且学院也给了我们补偿 可是 对我来说 这件事还没有过去 那天 应该有一名兵属性本事阻止了我 所以我才没有伤害到你们 这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 告诉我他是谁 哪里能找到他 我不明白 你什么意思 天灵阁的事 你绝不能说出来 那天你呼吓我们的时候 你身上的高温 直接就令我们昏迷了过去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根本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 那就别怪我们喝起来 让我 昏迪 你们不知道 那我就逼他出来